凤凰 都接待好了 等你用那江人开口号 我们就立刻出手 不会让他有逃跑的机会 这次赢了 别忘了请兄弟们喝酒 小心 帮我个忙 等抓江人之时 你便把我也给抓了 别让他发现我们是一伙的 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如果他再知道自己被人背叛 会更难过 怎么了 你以前御灵 可从没有这么多心思 这江人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能有什么特别的 他特别之处就在于 他是要服侍仙姬的仙士 如果得罪了他 以后还有好果子吃啊 你不早说啊 成 雪童领去西山捉凶兽未归 现在战步我说了算 这点要求包在我取晓星身上 兵河 谷主 江人此刻正在我房中 还请您在外观看 我会向您证明这一切 我去找你 大尾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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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这儿等我 好 雷河 你没事吧 战步雪三月 参见谷主 好 三月不愧是我万花谷第一战将 仅凭一人 就可以将匪兽之灵悉数斩灭 西山施寿已被收复 灵丹在此 父亲 学同僚 记忽法 不是请大家来见证焦人开口吗 这是 兄长来得还真是识喉 谷主 万花谷是有极界 怎会有恶灵似女 此事必有计较 先前谷中训过一妃兽 其作恶独端不知悔改 我已遵从先师之面毁其灵丹 兴许她力气太重 化为恶灵在谷中游荡 只是不巧 为了师妹的熏焦计划 罢了 集团游灵而已 与大局无碍 今日最重要的是 老夫要听着焦人开口 允和 他可愿开口啊 以为是 公主要听了 要老夫要听了 他们去尽不到了 他们过来 老夫要想到 谷西 大尉 巴鱼 今日指使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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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 看来你还是心急了些 是云和贪孤冒际 让谷主失望了 离开了思过窟 你本来有机会逃走 却偏偏着了那寄云和的岛 真是愚蠢 如今 寄云和自身都难保 只怕也顾不上你 大尉 巴鱼 你应该活在水里 那才是你最继欧最完整 最美的样子 虽然我不知道林昊卿 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但是有一点我们一样 都想在这个该死的地方活下去 所以我不想你死 弃护法之前口出狂言 如今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弃护法为了驯服焦人 罔顾谷中规矩 私藏焦人贪功冒进 还望父亲下令 让他退出寻教